大家都吃过蛋挞吧 但是这么大的蛋挞 你见过吗 它不仅外观巨大 质地也无比嫩黄 一口咬下 流行从上巴 连到了下巴 简直入口气发 想吃的就请扣一个 8 这是由水果哥 制作的 叉叉叉叉叉叉叉要好蛋挞 食材只有8样 做法只要6步 这一回你们是真的可以来交付作业 根据我白嫖到的靠谱配方 第一步 要混合鸡蛋 卡士达粉 白砂糖和盐 用原本的B47934色 大发质CDAD88色 第二步 煮牛奶和香草籽 直到冒泡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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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在20-25度的环境中 静止松弛一个小时 哎呀呀我好松弛呀 到时间后 擀面团排解 包黄油敲紧 再一起送入冰箱 冷静冷静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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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带面皮温度降到0-4度 带黄油温度刚好8-10度 就用面皮浇黄油裹住 擀到能够3折的长度 然后旋转90度 再擀成能够4折的长度 如果你进行的时候 得过豆腐块式样的被子 就一定能够迅速上手 最后擀成编长20厘米的正方形 哼哼 我可是开货型 吃素素皮的人 这叙叙淡的塌皮 完全没有问题 这也太丑了吧 原版的塌皮 质地轻硬 层次清晰 而我做的塌皮 不仅膨胀的过于厚重 而且还毫无层次可言 这 即便是超过无数素皮的我 此时也有一点手足无措 但在仔细观察之后 我发现在塔皮的侧面 却还满不着明显的小气孔 原版可是连一个气孔 都没有 之所以有气孔 是因为在面团里加入了酱母 那为什么要做发酱 因为白拍了 别人的配方 事实证明 白拍久了 就总有一天会吃亏的 外皮确实不怎么样 但那些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内馅还是液体状态 完全没有鸣过 大概可能也许是另外一 还没有彻底放凉 那我就等它多冷却一会儿 再尝一尝 感觉卡士达粉放得太多了 满嘴都是食用香精的味道 掩盖了鸡蛋和牛奶 原本香醇的风味 唉 塔皮失败 内心颇改 所有步骤都得 出来 8点 根据有多年的烘焙经验 加卡士达粉的作用 无非是增稠 完全可以用玉米淀粉代替 也就不会再有突兀的风味 但万万没想到 玉米淀粉过于浓稠 与原本的质地相差甚远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它加了 大量的黄油 所以更加丝滑 我加 我加 也不对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它加了淡奶油 所以颜色更奶白 质地也更柔顺 哦 开始变息了 虽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 但加了淡奶油之后的味道 哦 好好吃 而不放酵母 没有发酵的千层酥皮 之前为了给小超小做酥皮鱼 还剩了一大香 感觉马上就要 和所有的饭车说拜拜 和完美的成品说嗨嗨 这个内馅是OK的 内馅总算是成功了 但之前剩下的千层酥皮 顾名思义 至少有一千层 但与烘烤之后的挤压粘粘 层次明显不够清晰 而原版的塔皮 虽然只有区区几十层 但看起来层层分明 吃起来也更加酥脆 A货工厂的出品 必须机密求精 所以我在第三天8点 又手动开了一块 28层的超大酥皮 刚刚的小酥皮 不过是为了节省成本 又来练手的 而这期视频的最终出品 就是至今24厘米的 超大蛋挞 好疼 你看这笔头还大的小蛋挞 摇摇晃 摇好嫩滑 轻轻一掐 塔皮酥的掉渣 小到一滑 那些软到粘牙 但如果晃得太久又不吃它 它可能会 啊 原始爆炸 哎 你是不是可以 给我点一个小星星 牙牙筋 哎 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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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它皮如薯片满酥脆 散落了满嘴 奶香像盛放的花蜿 和蛇尖处纷飞 不管它脂肪成堆 不惧它热量加倍 今朝有酒 今朝醉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只是 一口下去都没咬到鞋 再来一口 要连皮带现 吃个痛快 哈哈哈哈 咋 塔皮的碎线 泛着隐约的清闲 流心的内线 涌出成敦的香甜 泛着无处不在的 失眠与软眠 一边挡着盘旋 一边挡着瞎浅 挡在了原本浑原的鼻尖 挡进了原本平静的芯片 挡出了日渐宽阔的圆脸 挡出了抑制不住的笑颜 也挡出了观众们的点赞订阅 开头说了 只要八种食材 只需六个步骤 我全都给你们总结好了 期待你们来交作业哟 只是 吃了这么大一块蛋挞 绝对卡路里爆炸 所以下午四点 我就来到了江面的公园 一边 面朝着天空万袍极圈 一边放空大脑 让思绪沉淀 自上个月出院以来 我每天七点多起床 按时按量一日三餐 忙的时候 踩椭圆机出出汗 闲的时候 到公园里溜溜弯 感觉生命都变得更加的悠长 感觉每天都充满着无限能量 希望我的观众们 再累再忙 也要抽空锻炼 不要偷懒 视频看完 也请记得点一个赞 我祝你身体健康